財經點滴潘碧雲 對於樓市的看法各思各法 但馬後炮的就一定最準 有膽識的就先有機會成就夢想 很多人在買第一層樓的時候 都不一定有足夠的首期 左拼右拼回來之後 還要計賣離任費 其實相當瘋狂的 以前就說離任便宜的 找間便宜一點的銀行 和律師費便宜的 省低一千就得一千 但現在說430萬至600萬的樓 起碼都要付6%的離任費 如果你買2000萬樓上的樓 離任費夠買五輛最便宜保馬車款 連稅的車 簡單說夠做一間屋的首期 即是政府短期供應不足夠 不要緊 因為它要你交了離任費 吸收你可以多買一間屋的資金 對於投資者來說 這些當然不是問題 因為要找資金出路 真是很頭赤 但明明這塊錢 可以做多一個投資 又為何要送給政府使用呢 既然政府不想你買樓 你就不要買了 97年樓價 明明看到外圍貨幣被人玩得殘忍 香港已即將淪陷 但政府插手干預 硬托市之下 卻知道古樓最後都要硬著陸 金融海嘯來了 都只是用錢買時間 不見得會避免硬著陸 但這次還是中產最傷的一班呢 16年前的中產 今天已經輸不起 今時今日的中產 很應該把握過往的經驗 有人說2008年底 在政府未說舊市前 市會大塌 其實這個看法沒錯 因為沒有干預之下 經濟又怎會不誇誇呢 但政府干預再干預之後 接著應該怎樣走下去 這麼多個國家之間 還在等對方先死 但又等極 都未有人肯去先死 這樣的形勢 真是百年難得一見